歡迎收看今天12月28號的拉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倒數計時台中中二選區的立法委員的補選 嚴寬恆的陣營面對的違建行的各界的議論 昨天出現了案外案 那就是他們的沙龍莊園在在地的區公所人員 賢命去勘察違建的時候 居然給區公所的公職人員吃了閉門根 而在現場還冒出了一位人物 她是嚴寬恆的媽媽 寬恆媽對著媒體的記者很不客氣 氣勢威武 而最重要的是嚴寬恆的媽媽開著車子 是從他們的家出來到大門口 據說是到垃圾 還有人說她是拿了一些要洗的衣物給警衛 總而言之 從他們家的主卧室客廳到大門口 在有國有地的這個車道 這位女主人是開車才出現的 這個大概只有在電視劇裡面的美國或是英國的莊園級的人物的家裡才看得到吧 嚴寬恆的違建的問題陸續的受到議論 而且選情失血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當局呢 台中市黨部居然出了一招叫做揭發違建的這個選賞 而選賞當中呢 還把蔡英文啊 這個等人的名字列出來 今天在場的陳世凱呢 他們的服務處已經被國民黨的台中市黨部派出的人去拍照了耶 這是一個什麼的反制的那個替嚴寬恆掩蓋她的違建的問題的一個選舉的部署呢 更嚴重的是台北的國民黨人呢 找出了林靜怡呢 當年質詢的影片 說她凶巴巴 但是問題是她質詢的時候的態度如此的嚴肅 要求我們的政府單位要非常的嚴正以待她所提出來的問題 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啊 那嚴寬恆呢 嚴寬恆當時罵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還威脅她違法呢 她又是為了什麼 嚴寬恆她的質詢是為了喬利益 當她是綿綿的這個對民眾講話 搶人家垃圾去丟到垃圾車之後的背後裡是貪婪的大野狼耶 到底他們有什麼資格來比較林靜怡跟嚴寬恆的人格特質呢 今天我們也要繼續的為大家來探討這個選情 同時呢今天林昌佐在現場要告訴我們1月9號的中正萬華區的 罷免林昌佐的這一場選舉呢 同一方呢一直沒辦法找到他們的切入點 沒辦法讓同一黨這個支持度提高 為什麼呢 也跟各位進行深入的剖析 來介紹今天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就是牛津大學的國際關係博士汪浩 扣扣姐好 大家好 好 繼續請到的是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陳世凱 扣姐好 大家好 謝謝 接下來好資深媒體人邱美玉 大家好 好 羅軍學醫師 扣扣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謝謝無黨籍的立法委員林昌佐 扣扣姐好 大家好 好 謝謝 國民黨的代表今天是台北市議員張斯剛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昨天的這一場意外的畫面 讓大家看到了通常公眾並不熟識的 顏寬恆的媽媽也就是顏清彪先生的原配 這個媽媽第一時間還被誤認為是他們家的阿姨 後來記者發現媽媽的氣勢非常的兇悍 因為媽媽看著這個媒體一直拍她就說 這什麼好看的 我知道記者你們工作了 但是也要剛好就好了 太糟糕了 原來她是開車子 從這個主建築物裡面出來要到大門口 要都丟垃圾 而且還拿一些衣物給警衛要處理 從他們家的主建築物到大門口要開車 這是多少人一輩子的想像 那個只有在電視劇裡面才看得到吧 結果活生生的出現在顏寬恆的 寬恆媽顏清彪夫人身上 我們來看昨天這一段記者跟寬恆媽對視的場面 同時連區公所要去勘察違建 也被寬恆媽給關了大門 給她吃了個大閉門羹 豪宅地下道冒出一台豪華休旅車 使向大門口一名富人怒氣衝衝下車 她是顏寬恆的媽媽 顏寬恆媽媽一說完話立刻上車 休旅車又快速倒車退回豪宅內 讓整個豪華莊園更添神秘感 接近中午十分 殺戮區公所派員到嚴家豪宅莊園 茶報違建卻不得其門而入 場面尷尬 對講機的另一頭有人回答 殺戮區公所農業建設客人員 都已經來到大門口 卻無法進入 只能在外圍拍個照就離開 要請教士凱了 你這個在地有兩次跟嚴管恆的 殊死在你的經驗 而且都這個 其實士凱補選的時候 输了一千票 但是當時山路里跟埔子里 就有那種最後翻盤 開票對不對 然後2016年的這一次選舉 那是因為紀國棟的參選 拿掉了兩萬多票 其實你才輸眼寬恆 五千多票 那紀國棟的票 後面有柯文哲家族的支持 然後他的票當時拿的是綠的票 對不對 所以士凱的選戰打的是非常漂亮的 經驗非常的有切膚之痛 所以如果韓國瑜出來 替嚴寬恆站臺會是怎樣 那嚴寬恆最近的這些事情 包括了他的這個 他這個大的這個 沙龍莊園 這個照片在地人看了到底作何感想 陳柏惟氣得半死說他是為了風水 避免海風進來穿塘煞 所以他們還佔用了這個水保地 國家的河川保護地 然後呢這個然後市場又護航 別人的違建呢這個如果一被舉報 難道是這樣的一個待遇嗎 而且他這個房子這樣照片在地人看了 旁邊這些都是殺戮的居民 他們每天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皇宮在那裡 是嚴家人的住 他們不會沒感覺嗎 所以呢 昨天那個嚴寬恆出來說他是被政治偵查的對象 還爆料有16位檢察官說是看著他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這個而且還說財政部這個 對他進行國家機器的這個違建的這種偵查 是不是提供資料給爆料者 他所有的這些辯解 難道在地的民眾 沒感覺你這個嚴家 我聽說了就是很多以前支持嚴家人終於發現 哇他糾結 嚴百億勒 以前也討人 原來他都是在為家族賺錢 現在很多人都說 哎呦這個不要做這個傻蛋了 會這樣子嗎 民眾什麼樣感受 我想剛剛那個地圖就看得很清楚 他那個大豪宅的旁邊那一塊地區就是山路裡 但是那些是新的房子 新蓋的房子 這幾年才蓋的 那他們什麼感受呢 就是說他們那個房子 大概一戶都差不多地平 以地平來說差不多三十坪左右 那嚴家有 嚴寬恆家 他一個人的家就一千兩百五十坪 那他一戶就是人家四十戶的大小 人家四十戶剛好擠到裡面是一戶 就是他們一家人住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感受 大家越講會越清楚 就是那個相對剝奪感 就是原來你們家越好不越好 怎麼會這麼厲害 說都是說衛民服務 但是服務到最後很像 就是你們家比較好 那可以佔國有地幹嘛不交大家 旁邊那麼多居民 至少五六十戶 我看至少五六十戶 那五六十戶也大家來你旁邊 那個國有地也佔一些 大家佔一點 重重菜也不錯啊 你應該還佔大家 但是你為什麼不交 就只有你們家在佔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相對剝奪感 其實我覺得漸漸有在地方上 有這樣子發酵 大家會覺得 原來你們請我們吃XV混也好 或者請我們吃一頓飯也好 那只是對我們來講小小的利益 你拿我們的選票 去換到那麼大的利益 然後已經換到大利益就算 換到很多錢就算了 你還要去佔國家的利益 還佔國家的土地 所以大家的感受 會覺得很誇張很嚴重 連我這個在地 已經混這麼久的人 我都覺得看了才說 哇 探為官職 原來之前的傳言是真的 對 在這次選舉之前 我都以為是傳言 坦白說我都以為是傳言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再講說 顏寬恆最近都是哀兵之態 那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不太能接受 他說這個派了十六位檢察官 二選區派選派了十六位檢察官進駐 要看住他 要看住嚴寬恆 要控制嚴寬恆 控住嚴寬恆 他說要控住嚴寬恆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們家旁邊有警察局 我會覺得好安全 對不對 因為他會保護我的安全 因為他是抓壞人 不會抓我 我是好人 他不會抓我 我會覺得好安全 對不對 如果有檢察官 要來我們的選區 作為一個候選人來說 要覺得好安全 因為檢察官 你看地檢署有講了他們是為了要確保公正的選舉 是什麼東西 是要防止第一選舉暴力 第二會選 第三請客吃飯 這些違規的東西跟違法的東西 那作為一個候選人 應該要很開心 但是當地檢署派十六位檢察官 這訊息我還真不知道他哪裡來的 他為什麼會知道 你都不知道 我們在地的公職說真的都不知道 我也問一些立法委員說 他那說有 你們怎麼知道 沒人知道 那法務部的 所以我就覺得地檢署 是大家可能跟嚴家關係蠻好的 還是怎樣 因為之前有聽到這樣的傳言 但目前還沒被證實 但是從這個消息 我覺得是不是證實 你們跟地檢署關係特別好 我們沒有的訊息 你們都有 這個很奇怪 那一般的候選人 會覺得檢察官進來 其實確保我的選舉公正是非常好 但是他說 是要是要這個控住嚴寬恆 然後公權力國家機器介入 就為了得到勝選 對 但是檢察官也只能抓匯選 控你什麼 控你什麼 就控你匯選 就控制住你不能匯選 你不是自己招了嗎 他說溜嘴了 對 因為檢察官只能抓匯選 你說檢察官還是為了要控制住你 控制住你 你要匯選是不是 你是要承認你要匯選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匯選 你會怕檢察官進來 控制住你 好奇怪 這個好奇怪 為什麼林基睿不會覺得你要控制住我 因為林基睿沒有匯選 林基睿從頭不會覺得檢察官是要控制住我 全臺灣大概只有嚴寬恆 會講這樣的話 派檢察官來維持公正選舉 是為了要控制住某位候選人 我想斯剛在選舉 如果檢察官派到你選區 你也不會這樣講 你也會覺得檢察官來很好 不會派這麼多選舉 來很好 一般情況不會 因為中二選區很特別 中二選區會聲會影的生意 從以前到現在這麼多 對不對 那個什麼英地大地 是不是在那裡已經拍這麼多影片 這麼多網紅上也拍那麼多影片 非常特殊的選區 所以才會派檢察官去 如果有的話 我不知道他講的是真還假的 如果他講的是真的 那代表他的線索 真的很通透 非常通透 你說這個顏寬恆 顏寬恆 他好厲害 他在我們的檢調系統裡面 都還有人通透透信 跟他說有十六個檢察官來了 對啊 叫他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抓到 對啊 所以中二選區過去會聲會影 然後也這次有那麼多網紅這麼熱情 在那邊拍了那麼多影片 那聽到這麼多訊息 坦白說我自己也檢舉了好幾件 因為我們那裡突然社區發展協會 以前沒吃那麼好 現在突然吃得很好 社區發展協會 以前沒有辦那麼多活動 怎麼剛好都選在今年年底 一直在辦活動 那我們也檢舉了好幾件 中二選區就是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只好要去檢舉 那在這個時候 顏寬恆又在講出國家機器 坦白說一個民意代表 要跟公部門要資料 發個公文去就要得到 我當議員要調他們家違建的資料 我也是發個公文去 難道我發公文去 然後市政府給我回文 叫做市政府機器介入選舉 沒有人會這樣喊 沒有人會這樣喊 我要再重申一次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會選 你不用怕有檢察官進去 檢察官進去你還很開心 應該拍拍手才對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要犯法 你不用怕警察到你家去 警察到我家我還請他泡茶聊天 大家開開心心不是很好嗎 因為我沒有要犯法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心虛的話 你也不用去緊張說什麼國家機器介不介入 你沒有違法 沒有人能夠介入 坦白說啦 你家如果沒有佔用國有地 你家如果沒有違建 林楚音能講什麼 林楚音作為一個立法委員不分區的立委 是有什麼公權力 他也沒有公權力 他也只是發公文給國有財產財產局 國產主問說到底到底他們有沒有佔用嗎 只是要叫他釐清耶 那如果林楚音去發個公文說 陳士凱有沒有來佔用 我也不會嗨嗨叫啊 我就沒有佔用啊 你就來釐清嘛 就是因為你有你有佔用嘛 所以你會嗨嗨叫嘛 就是因為你有可能想要幹嘛 所以檢察官進去你會很緊張嘛 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你不用嗨嗨叫 國家機器沒有辦法介入選舉 他們每次選舉到最後都講一句話 我們也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你講我們怎麼樣 那我們也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最後也是看選民一票一票選 國家機器沒有辦法介入 那嚴家也其實不用打這種哀兵政策 地方上現在也不只是地方上 應該是全臺灣的人知道 你們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在地方上真的可以佔有很多的東西 連那個大富翁的地圖在臺中 是密密麻麻點點點點 都是你們的 你們的力量已經夠大了 所以不要再哀兵姿態了 哀兵姿態在這一次可能不會有效 十六個檢察官夠嗎 中二選區有這麼大的地方 有五個地方 如果認真要查 一兩個就夠了 我是怕說十六個來 到底會不會認真查 我也不曉得 而且我也覺得 但是我還是要質疑 為什麼他知道有十六個 他為什麼知道呢 他檢調的關係是有多好 就是有人通風報信給他 這個我不曉得 現在真的有人來了 你們這個要幹嘛的時候 小心一點 免得被抓到喔 那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要不然他為什麼會講這個 就有點不打自招啊 他的意思就是這十六個檢察官 是去控制住他 控制住他幹嘛 把他綁起來嗎 不讓他出門嗎 控制他什麼 他這個反而說溜嘴了耶 這個十剛 那個法務部長趕快查一查 是誰洩密啦 洩密給顏寬恆 或是外面說知道讓外界知道 說有十六個警察官 說這個好 我覺得應該要叫顏寬恆 交代清楚 到底是誰洩密 我剛剛想請褚英 或相關 民意黨立法委員 就問法務部長 民意黨捷法務部長 是誰洩密 誰洩密給外面說 有十六個檢察官 在中委選區 執政黨的人都不知道 對啊 說要查清楚 這種事情 這個人是這樣調度 是機密的事情 其實不應該外面知道 一般來說 一個選區裡面 一個選區大概 一到兩位檢察官差不多 這是一般的配置 那他緊張什麼來檢察官 他害怕什麼東西 如果說真的有這件事情的話 他當然覺得說是風聲鶴唳 十六檢察官在這選區裡面 風聲鶴唳是雙方風聲鶴唳 又不是只有一方 他有的時候是故意塑造一個印象 是說哇 這邊可能真的會有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進駐十六個檢察官 給大家感覺就是大軍壓境的感覺 好像感覺說有一方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可能什麼都沒有 他就是一個七敵戰 一個怎麼樣 塑造一個聲勢一個形式說 這邊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覺得說 那我們就可能要去緊盯著 我覺得這就是國家機器 動得厲害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這也算國家機器動啊 當然是 抓匯磚也是國家機器動 不會抓匯磚 應該抓匯磚 你要先投訴 我投訴好多欸 我投訴非常多 那你們趕快給壓力 給法務部 有有有有給 所以你們的標準是派檢察官 來叫做國家機器在兜 不能抓匯磚就對了 你今天把這些事情去怪嚴寬恨 我覺得有點怪錯了 是他講的欸 那去查 是他講的 是他講的 不錯我講的欸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啦 就是說今天是 如果說檢舉 議員檢舉 哇塞 都不理的話 檢察官失職 如果說你都不理的話 一般小民這個去檢舉的話 就更不理了 所以我今天請我們檢查 但是一般人不犯法的話 一般人不犯法 根本不必怕檢察官 柯姐我這個意思 我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個 你選舉也會派檢察官去你那裡嗎 他去檢舉檢察官都不理嗎 你選舉也會派檢察官去你那裡嗎 會 我們選區裡面會有一個檢察官 對啊 你會怕嗎 你會不會怕啊 他會去檢察官裡面去看 說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不會有十六個檢察官 OK 所以說如果說議員那邊去檢舉 檢察官置之不理的話 那一般平民百姓檢舉 就是可想而知嘛 所以我覺得 相關的這個立法院的民進黨團 甚至我們台中市議會的民進黨 這個民進黨團 趕快告施壓 趕快告訴我們的這個法務部 還有在相關的台中地檢署 快查 他為什麼要施壓 他們是相信檢察官是公正的案子 林靜怡不會不相信 只有你們家的楊寬航撥下去 你們楊寬航心裡有鬼啊 才會不相信啊 不是嗎 這是一般正常的道理啊 所以檢察官來應該拍手啊 檢察官要快查啊 不要等到選完之後 現在還剩十天 現在進去剛好查啊 不是嗎 他緊張什麼 他心裡沒有鬼 他爸什麼 所以就要快查 快查 我講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這件事情 我剛剛聽到在野黨的這個民代 就是也講得是蠻激動的 不過我要講一件公道話 我是素人 我在旁邊看得很清楚 各位記不記得 兩三個禮拜之前 國會發生一件 今天動力的事情 一天就結束了 有一個葉姓立委 後來說什麼 我肚痛 頭痛 還沒去 他再吃完會做什麼 他開個調查會啊 他請誰到現場 法務部長 調查局長 聯政署長 檢查總長 高檢署檢查長 台中地檢署檢查長 各位 失色堂口耶 在國會殿堂耶 你把這件事情對照來看 你有沒有看出端尼 他在兩三禮拜 就請他的友人 其他的立委 失色堂口 這個鬧劇怎麼結束的 我們說這違反權力分立啊 這是憲政題上的鬧劇啊 他反正做過很多解釋啊 國會不是這樣可以隨便調查的 你干擾了什麼 干擾了司法的進行啊 干擾了選舉的進行啊 可能要查查會選啊 一天 台灣人民的力量 加上第四權的監督 就把這個烈火把它熄滅了 那麼現在呢 過了兩三禮拜 那些本來被壓制的 應該撼匯正義 伸張正義 查查會選 保護人民的檢察官 終於 在所有人民的支持之下 到了現在 大家關注的 台中第二選區 各位 如果沒有做壞事 有什麼好怕的 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遇到這16個檢察官 我會非常誠懇跟他說 你們辛苦了 兩三個禮拜 在國外內的鬧劇 因為台灣人民的支持 我們對民主的信仰 對土地的熱愛 沒有讓這些人得逞 現在你們進來了 就如同包青天案裡面的展昭 展昭大人到現場了 我們要說什麼 開始查案 有探窗玩法 查出來 沒有 就一體私用 最疑惑心保護所有人的安全 這不就是我們對民主的信仰嗎 那麼今天 檢察官司進來耶 他什麼都還沒有做耶 他要控制誰 各位 兩個禮拜是一堆人要去控制檢察官耶 太離譜了吧 檢察總長 法務部長為什麼要去做報告 為什麼要到這個壇口裡面接受質詢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當作原委 整件事情看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他會說 我要控制 控制這個地方 檢察官要控制他 我剛剛講 官兵強盜 誰最怕官兵 就強盜 我們在路上領檢的時候沒有錯 我們的憲法說 我們都有我們的人權 你要領檢 要有一定的法定的一個依據或懷疑 可是如果假設我們的車廂後面沒有放違禁品 我們沒有做貪重萬法的事情 我們只會很禮貌地說 這個檢察官或是檢察大人 我確實是善良的公民 沒有什麼問題 你要查就查 可是如果假設你心虛 你會做什麼 你會想要落盜啊 你要加速逃逸啊 我們看社會新聞不是比比皆是嗎 所以简寬衡的態度 我的看法是 他是在威脅檢察官 他是放話先發制人 世凱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在地的檢察官 他根本都是他們家族的人 據說啦 你們在地你在烏日馬 你們的檢察警察 有誰不是嚴家的人 你們在地的警察 我強調問一下 這十六個人我告訴你啦 我今天早上是從相關單位 跑新聞跑來的消息啦 他是外地派來的啦 因為是外地派的所以他害怕 他現在喊話 然後他這個對 坦白說我們在檢舉的過程當中 或有些情資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直接找其他地方的刑警 刑事警察局的人進來 因為長期他們在在地經營 在地生根 那很多的人脈 其實跟他們有相關 這我們也能理解 也知道狀況 所以我們在檢舉一些案件 或者是覺得有一些疑慮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對象 其實是比較遠的警察 我們不會 烏日的事情不能到跟烏日檢舉 一方面不想讓那些遠警為難 因為他們跟對方也都很熟嘛 那二方面我們也擔心說 在在地 你看連地檢署 派幾個檢察官去 他們都知道 那我如果檢舉到我們那邊的分局 他會不會馬上就知道 對他的風聲 你看他 所以我們當然要檢舉去外面嘛 在我們那個地方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你們每天生活在一個陰影當中 對不對 所以他昨天這個 自己釋放這個消息出來 就一方面像陳世凱 蔡季昌等人示威啊 告訴你們說裡面都有我們的人 我們都知道 你們的人來了我知道了 第二這十六個人按照 我今天問到這個相關人士的說法是 這十六個不是在地的 是從外面排來的 檢調的人 就是因為他們在地擔心 有這個檢察官 尤其地檢署的檢察長 還被這個威脅 跑到這個立法院去了 葉玉蘭本來還要施行這個 來這個詢問的 所以呢 他會害怕 因此他故意講出來的 這個是刻意的設計對不對 那刻意的設計 這十六個檢察官 就不敢動了嗎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會動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會動 要努力的動 所以 嚴家真的跟別人不一樣啊 外門玉 嚴清彪的夫人 果然很有飆掃的味道 他昨天跟記者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的相遇呢 那接下來的這個 沙路區公所農業建設科人員 到現場去 去按門鈴 居然呢 查違建 然後這個 違建的這個民眾 可以不開門欸 然後 嚴寬恆說 看察人員到場拍照查報 本來就不會事先 他說區公所沒有事先通知 才沒有辦法進入欸 嚴寬恆知道啊 人家來 他不讓人家進去啊 然後呢 這個 沙路區長這個 就回答了說 到現場去查報 本來就不會先知會當事人 要請都發局提供詳細資料 並知會當事人 依法在14天內完成查報 14天之內 1月9號已經 早就超過了 對 看起來哈 這個查報哈 跟都發局要 要等14天要給公文 好像是一場還蠻精細的 盧秀燕跟顏氏家族的一場戲吧 意外的主角居然變成了寬恆嗎 結果昨天有些記者以為 這不是顏夫人 這個大夫人 以為她是他們家的阿姨 這邊要跟這個顏媽媽說 抱歉 因為第一時間我們都認錯了 就以為她太親民了 你沒想到她那個顏媽媽 這個會自己出來倒垃圾 還坐這個車 她覺得說倒垃圾 但是大家瞬目結則是說 你們家已經大到倒垃圾 還要坐那個車子 所以昨天你知道有些記者在開玩笑說 他那個不是送給高雄的那個白阿伯送他一個代步車嗎 他要不要乾脆拿回來 因為他們家一千兩百四十七坪 可能需要那個代步車在那邊洗來洗去 因為就那個賴清德的說法 一千兩百四十七坪 哇他們家已經是總統府的一半大了 你就可以想見 如果你對那個一千兩百四十七坪 你沒有概念的話 你就想想看總統府一半大 就是這個顏氏家族的那個莊園 回過頭來 那你看這個爺媽媽的這個氣勢十足 跟記者講說你剛好就好了 這什麼意思 有點 還蠻大姐大的感覺 我覺得他不是講給記者聽 也是講給大家聽 然後那個監督監督好就好 就是意思就是不要超過超過以後 點點點點點 不要太超過了 剛剛好就好 追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你看他那個氣勢十足 但是我必須跟爺媽媽很鄭重的講 不好不好 為什麼不好 第一個啦 就是說你去公所的人 他是去做勘查的動作 什麼叫勘查 勘查就是說去公所 他去你們家 你去拍照 那你們家到底有沒有違建的事實 他只是說做拍照動作 然後下一步拿給都發局來認定 就都發局有權來認定說 你們是不是嚴家 既然嚴寬很好 這邊已經正義凜然 昨天在記者會講了 他說到底他們家是不是違建 不是他說了算 也不是我們這些名嘴說了算 然後也不是民進黨政府說了算 那你就大大方方的開門 讓這個區公所的人先去做勘查動作 然後讓都發局人來認定 所以你在那邊一直口口聲聲 講說自己是受害者 那你又不開門給大家認定 所以我們當然合理的懷疑 你現在是不是想用拖字決 拖到一月九號 因為你知道這個勘查至少要有流程 然後認定有流程 那如果你遲遲不開門的話 那沒有辦法去做 我認為他就是想要讓拖字決 拖到一月九號 然後大家就忘了這件事 但是我認為今天不管是誰當選 我覺得他們家到底是不是違建 還要繼續追下去 那第二個你們家究竟是不是違建 事實上不用這個什麼國有財產署 那個衛星圖就有出來了嗎 你們家從二零那個從二零一年開始 這邊開始申請 然後一直到這個現在漲高漲泡 這是事實嗎 那事實上我跟簡單 大家綜合兩點 就是嚴家到底有沒有違建事實 第一個就是嚴寬恆住在的 那個主建物裡面 大家最近在討論那個主建物 他本來是申請指導是四層樓 然後現在建到的六層樓 那這個本來就是很明顯的違建事實 那這個是我們要追的第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大家講的三百五十坪的國有地 因為他是在這個河川的保護地 那你當初你們家是用土地契約 你是用那個綠美化來認養這件事情 去做申請嘛 怎麼可能一個月九百七十二塊 讓你去租三百五十坪的土地 就是因為國有的這個保護地 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你自己又用綠美化去申請 現在我們看你哪有綠美化的事實 你那塊三百五十坪你做什麼 你是做你的這個圍牆 做你的警衛室 做你的這個車道 車道你是把整個草地都產平 綠美化我們想到想見的就是直批 不然是森林保護 不然你也種一些花花草草種菜 你才有綠美化 你現在做這個 你跟綠美化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想要勘察兩個點 是你第一個就是你四層樓變六層樓 是不是有違建事實 第二個你當初自己土地契約認養的綠美化 你是不是有綠美化事實 就這麼簡單的兩個點嗎 那你這樣一路拖 拖到一月九號 那你還在那邊裝受害者 我最後要講了 你裝受害者 大家不會相信的 因為沒有人會去覺得說 你住在一個千坪豪宅裡面 然後你就說我很可憐 我很可憐國家機器動起來 這個我覺得是 是那個我覺得是沒有天 是沒有道理的 我最後還是要奉勸國民黨 國民黨今天做了一件 我覺得很好笑的事情 他去講去叫大家 來一起來抓違建 還出了這個懸賞的獎金 就說如果大家來勘察這些 蔡英文家族名下 如果有違建 還可以拆掉的話 就給你十萬塊 蘇貞昌五萬 賴清德兩萬 然後另外 卓冠廷洪慈勇一萬 林靜宜家族一萬 他說叫大家一起來抓違建 那我要先講 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我覺得你這個 是不是這個要獻顏寬恆與不易 大家還有沒有印象深刻 就是顏寬恆他們家 綠綠媽媽這個點 有沒有 就是這個 陳柏惟做的那個圖 對 那個整個紅紅的點 點到後來已經不知道是幾百點了 這個點我們現在只是很客氣 目前只有抓兩個 一個是你家的這個千坪豪宅 那一個就是當初他家817違建 這件事情 先抓兩件 那如果說按照這個點一件一件下去抓的話 寇姐我們就致富了 按照他的標準 按照他的標準 來這個 對 我們就先致富 所以我覺得他接國民黨要這個 我不知道是挖洞給顏寬恆自己跳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豬隊友 可能顏寬恆自己要先想一下 國民黨沒有辦法替這個顏寬恆的違建黨的 爆發出來的這些醜聞辯護 所以台中市黨部就出了這個絕招 說要叫大家去這個舉報 從蔡英文開始到林靜怡 而且還給獎金 那更別講呢 那據說 哎 施凱今天你的服務處 就已經被他們台中市黨部 到現場來拍照了 然後其他的民進黨市議員 也都被他們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來干擾 那你們對於顏寬恆家的這個違建 跟這個他的佔有國產地 國有地 台中市政府為什麼不積極處理上面的違建 以及顏寬恆 居然把門關起來 給人家吃閉門跟 顏寬恆這是打臉 這個盧秀燕市長打得還真是腫得不得了 耶 你派了一個殺戮驅公所的建設科人員來 我關著門不讓你進來 那等於關著盧秀燕的門啊 就是把盧秀燕給趕走啊 其實他們這種處理方式就是要拖嘛 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說 如果像他顏寬恆所說的 一切依法 然後常常在講什麼依法 依法 依法如果人家來看 你就依法讓他進來嗎 那本來就是現場勘察沒有在 我相信他處理過很多服務案件 我先說 他是真的認真幫人家處理的話 應該會是很清楚 處理違建的過程當中 市府都會派人來 而且市府派人來不會先通知 這是很基本的應該知道的東西啦 那他說沒有通知 所以我不讓你進來 哇那他通知到你進去 可能十四天還不止喔 可能會超過十四天超過很多喔 那今天呢 他們又出了這個很奇怪的招 就是說在我們臺中市拍了我們那個選區 幾乎所有民進黨的議員的服務處 那說有違建 但是我先澄清我的部分 其他的人我不曉得 我因為第一 我不敢佔用國有地 第二 第二我不願意去佔用法拍屋 所以呢 第三我必須要跟人家承租 那個房子不是我的 那是我跟人家租的 哪裡的服務處屋日啊 屋日的服務處 那是跟人家 我每個服務處都是跟人家租的 因為我沒有錢買 我不是嚴家 所以我沒有錢買 我又不敢佔用 也不想佔用 也不願意佔用 我有志氣 所以自己拿錢出來幹嘛 租 然後是租的 是租的 第一我現在不是候選人 你們要檢視 要檢視候選人 這場選舉來檢視候選人 我又不是林靜儀的親戚 對不對 你檢視我 抱歉 那個房子也不是我的 那你檢視我要幹嘛 那個房子是屋主的 不是我的 我是成租的人嘛 那那那你這樣檢視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嚴家你就好好面對 你自己的事情就好 你在那邊牽托東 牽托西的 其實坦白說 他這個動作會造成 我們那個地方 很多人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房子 我看他那個照片拍 就是拍那個屋頂的部分 很多我們那邊的透天錯 都三四十年的透天錯 其實以前大家都有雨遮 我相信臺北也有啦 臺北很多那種頂樓的雨遮 那這樣子的雨遮 我不曉得現在市政府會不會拆 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們在地方上沒有遇到過 樓上的頂樓的雨遮會被拆 那如果嚴家要檢舉歡迎 歡迎檢舉 那就讓市府來認定 但是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喔 我要提醒台中的盧市府 一件事 以你對於嚴家的標準十四天 那請你十四天之後 再說我這邊勘察的結果 你不要兩天就來了 你不要兩天就給我結果了 十四天喔 那記得對嚴家的標準十四天 對陳士凱的標準也要十四天 那如果低於十四天 那我想要問一下盧市府 那也是配合他嗎 他們現在像童馬峰會一樣 到處去給人家拍照 我們那邊其實我們那個久德里 幾乎家家戶戶 上面都有那個雨遮啦 每一家每一戶 如果要拆真的是幾千戶幾萬戶要拆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造成很大的民怨跟困擾 所以我真的勸嚴家 不要做這樣子的動作 你這樣子的動作 會造成我們那裡的街訪鄰居 大家很大的震動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就大聲的告訴大家吧 我嚴寬恆如果當選立委 你們這邊 那個所有的那個透天的頂樓的雨遮 我全部都要處理 你說說看嘛 請你說說看 說完之後大概會有很多人圍到你的服務處去抗議 即便你有二勢力 大家也就跟你抗議 因為在我們那邊透天錯這種東西 太多太多了 那跟嚴家的狀況真的是不一樣 嚴家是拿來蓋豪宅欸 他是拿來用招待鎖欸 對啊 那個那個跟我們那種狀況 那種老的三四十年的透天錯 真的是不一樣的例子欸 居然玩起這種租隊友的 玩起這種把戲跟遊戲造成民眾的困擾 其實坦白說他們做這個動作 不會造成我太大困擾 但是我會對我的屋主覺得很抱歉 因為他房子租給我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 那現在因為嚴寬要選舉啦 少爺要選舉啦 所以大家要傷及無辜就來吧 那那但是我會對於我們那裡的屋主 跟鄰居感覺到非常非常抱歉 因為如果真的要以對待我們這樣的標準的話 我們那邊所有的街坊鄰居都要拆欸 那事情很嚴重的欸 所以我覺得嚴家選舉好好選舉 面對自己的事情好好去面對 你有占用國有地就是有占用嗎 你有占用這個這個法牌屋就是有占用嗎 然後你為了你的招待所跟豪宅 蓋了很多違建就是有嘛 有就說有就好了 千拖東千拖西要幹嘛 剛剛我們看那個豪宅 他媽媽從地下室開出來 我也很好奇欸 又多了一個問題想要去問市政府欸 他當時的那個申請建造 有沒有申請地下室啊 我所知道我們那邊很少有人會申請地下室的喔 他地下室有開我看得出來 他的車子是從地下室出來的喔 那那到底他地下室有沒有申請 而且在河川保留地附近可以 所以市政府也要給我們一個說明啊 不過我覺得那個標準要一樣啊 十四天嘛那我就看十四天之後 市府可不可以忍到十四天之後 再來認定我們這些不相干人等的這個房子 或者是服務處用租的服務處裡面有沒有違建 我就看盧市府怎麼表現 然後現在是顏寬恆的這個背後的台中市長部 國民黨人找了一個干擾樹 就去干擾這個其他的在地的這個民進黨的 議員們的服務處去給人家拍照 那隨便拍 拍了七八個服務處啦 但是坦白說我我知道民進黨大家都很窮 都是用租的啊 然後租的結果都是屋主要倒霉 而且都是那種小雨遮啊 或者是這種平常的這個不是現 而且像這種的這個情況 那你就等於是去得罪人嘛 就是讓顏寬恆到處去這個樹敵不是嗎 那台中市政府到底怎麼想呢 這個到目前為止 台中市政府看起來都發局 他們是想要跟他配合這個來拖延啊 那盧秀燕呢根本公開對他的兩大違建 跟佔有這個國有地上面的東西是不是違建 都沒有表示意見呢 這個而且上上上個禮拜吧 你提到了這個所謂的監票員 林靜怡的這個希望有154個 他派不出監票員的沒有辦法 這個被核准派監票員的地方 希望能夠開放台中選委會 能夠這個寬比較彈性處理 盧秀燕到現在已經快10天了 都沒有給答案 他準備也就這樣子 護航下去 幫這個顏寬恆選舉 就搞到最後嗎 他們當時在議會給我的回應是這個樣子 就是已經公布出去了 因為已經公布出去 所以他不打算再做任何的動作 但是我們還是要呼籲盧市府 為什麼這件案件會變成大家爭議跟擔心的案件 原因其實不是公務人員的問題 也不是其他人的問題 其實是盧秀燕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在臺中市嚴家的影響力可能大過你盧市府 甚至在臺中很多人會講說 是盧市長嚴秘 嚴市長盧秘書 在這種氛圍之下 有你市政府派人 那你派的人 我們會不會覺得跟嚴家是有關係的 我們會擔心 我們會擔心 那所以其實市政府最快的作為 我們再退一步來講 你不用增加人選沒有關係 你最快的作為就是你把你原本市府要指派的這些人 你交給兩個或三個或四個五個候選人 不管候選人讓他們去派 如果有意願就讓他們派到足 你市政府幹嘛要替候選人來派人呢 讓候選人他們自己各陣營去派到足 如果你提供名額出來跟名單出來 你市政府不要派人 我相信盧寬衡也會願意派 我相信林靜穎也會願意派 其他候選人或許也會願意派 你為什麼一定要由市政府來派 那我們在擔心的 其實是盧市府的公正性 因為在這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遇到很多市府不公正的地方 我在這邊也講過很多次 當時的這個殺戮殺戮公所 這次被被閉門跟的這個殺戮公所 他們區長我跟他借公園 要給林靜穎辦活動不行 說不行 但是言寬衡可不可以 可以 那一樣是親子活動 一樣是選舉 一樣是借公園 遇到林靜穎不行 遇到言寬衡可以 那一樣是辦建行活動 林靜穎跟言寬衡都是候選人 結果言寬衡可以進去 林靜穎因為他是候選人 不可以進去 最後區長講什麼 因為言寬衡的那個身上寫的名字 只有寫言寬衡沒有寫候選人 天啊你不知道他是候選人 這就是很行政很不很不中立的地方 那你行政這麼不中立 所以延伸到這個你要派監票人員 這件事情上面來看 我們就會擔心嘛 你派的監票人員到底是真正是 真正是公正還是不公正的 這件事我們真的很擔心 尤其我在這個議會質詢 我就直接點名殺戮區公所 很不公正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次不夠的名額 在殺戮的部分 就是由殺戮區公所來指派啊 對啊 就殺戮區公所行政不中立 結果由殺戮區公所來指派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派到最後會不會又是又又是偏袒 某一方 會不會又是有這種狀況 或許又是這種狀況 那盧市府你要不要讓我們放心一點 你讓我們放心一點很簡單 你就把市府要派的名額拿出來 讓這五位候選人再詢問一次有沒有任何人要派 但他們到目前為止沒有這個意思 中選會的昨天的回答是說 這一次他不想去變動臺中選委會 他們的公告出來的決定 他說這個時候會再更動 社會不會支持他們 中選會想要保持中立的立場 那臺中這個選委會被你們大家這個質疑之後呢 他仍然他指派這個林靜怡的陣營 只有一百零四位 另外一百五十四個投開票所 他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鬆口 還是要由盧秀燕的市政府 或是殺戮區公所在地的人辦 請問在地的支持者 現在不是一片恐慌嗎 我想我們的在地支持者 大家確實要針對這件事情要緊張一點 那如果假使真的市政府也不願意幫忙 也不願意讓我們放心一點 那最後的方法只有拜託所有的民眾 其實你在投票的過程當中 真的眼睛要睜大 要看好看清楚 看有沒有冒裡冒頭的啦 或者是說選舉上面的其他的違規的動作 如果有的話不要客氣 要勇敢的舉報 直接打電話到林靜怡的辦公室 或者是直接跟選委會那邊舉報 或者跟我們所有的議員來舉報都可以 或者跟警方單位來舉報都可以 我是希望我們的民眾其實到最後 大家只好發揮自己監票的作為 但是這種監票如果旁邊有黑衣人 這個圍城一圈在投開票所的這個情況之下 誰敢發動啊 只能希望大家勇敢一點嘛 怎麼希望這件事情難道不會影響 他的市長這個的形象跟他未來的連任的選票嗎 他難道不害怕嗎 他跟著一起政治自殺嗎 這個就要由盧市長自己去判斷嘛 就是說在整個處理違建的過程也好 在處理選務也好 整個過程當中讓臺中市民質疑的部分 其實到最後其實也都會反饋到盧市長 未來在選舉連任的這個過程 所以他自己要想清楚這個部分 他如果這樣打壓這個林靜怡 這個各種不同的方式 這個盧秀燕用行政資源用這個這樣的方法 他反而會激起這個支持林靜怡的人 或是反而會讓連關橫被討厭度會提高啊 不是這樣子嗎 地方現在有這樣的氛圍對不對 我們很多的支持者其實是很反彈 而且很緊張啊 不斷在跟我們講 所以我也只能不斷地呼籲大家 就是我們自己要努力一點 自己要努力一點 盧秀燕是吃了蹭鐵了心的耶 所以Freddie 這個候選人真的跟我們一般的選舉 你再選了兩次大概都不太一樣了 現在你的罷免現在的情緒也蠻高的 剛才民喻說國民黨放生了這個 中正萬華的這個罷免戰 那到底今天早上你那邊還是被騷擾了 早上你在這個選舉的街頭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覺得這其實就是說國民黨有沒有放生 我們其實也不是真的是能夠去 這個應該說我們也沒有鬆懈的本錢 因為其實台北像很多人在講說台北沒有嚴加 所以我們這個選區其實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但是這有點倒果為因 因為台北的這一些 尤其是深藍的這一些人 他們基本上是不需要被組織的 他們是不用他們去參加韓國瑜的活動的時候 你不用去特別發動什麼遊覽車去載他們 沒有他們都是自主的 他又不用靠有一個嚴加去組織他們 然後給他們什麼東西吃給他們什麼喝 他們才去沒有他們就是想去就去 所以在台北不只是中正萬華 不會有嚴加這樣子的團體 其實台北每一個選區現在都已經 沒有勢力大到像這個嚴加的這種地方政治勢力 那所以這一些對我們來講 不管說我們掌握的一些數據 看的一些民調等等的 為什麼我一直說沒有這個鬆懈的本錢 包括公投投完的那個結果 你也是知道中正萬華的這個結構就是在那邊 那不會因為有沒有嚴加就比較輕鬆 因為我兩次選舉也都沒有嚴加 這裡就是這個自主的嘛 他們他們這一些韓粉不只是在台北辦這個 當初韓國瑜辦活動 他們會去參加全國的韓國瑜的活動 台北的韓粉全部都自己坐車去參加 他又不用被組織 所以這一些比較深藍的這一些人 對我們來講他就是在那邊 而且他你看所以你在跟韓粉這個做對戰 現在他們還會不會自己定義為韓粉 我不知道 但他是容易被極端人士給煽動的人嘛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我們遇到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們不確定說反正他就是罷免方的人 那而且他們又分成很多不同團體 所以我不知道是ABCD哪一個團體 但是呢他們來 這其實已經是越來越極端的狀況 就是我們每一次選舉一定都會遇到一些人來 這個不管說嗆瞎啦 或是給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那我們當然都是以理相待 就是說那大家可不可以聊一下 你有什麼不同的意見講一下就好 但像今天早上這個就是對我們這個一起出來 站路口的劉耀仁議員 他就動手動腳這個推擠 然後而且他直接把車子擋在我們在站路口 跟大家揮手的那一個前面 不讓等於就是阻擋我們的活動 然後也阻擋那一個十字路口的那一個車流 所以有這個很顯向還深嘛 那我們就是一直跟他講說你是不是可以離開啊 因為如果是一般的這種這個來嗆嗆或什麼 我們都覺得沒有關係 但你不要擋到交通 你也不要動手動腳 不要用暴力 那他就不管 他說你去告我啊 你去告我啊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這種非常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惡質的罷免 才會去有這種非常極端 連平常的選舉你都看不到的 哪是誰會跟你動手動腳 第二個就是當然這從前面 當然很多荒唐事荒唐事都知道了 罷免的理由用造謠的罷免的連署用作假的 然後像這個照片上面 他看板也用蓋台的 他去侵占別人的蓋台 把自己的看板放上去也不付錢 對那那這一些一連串的 然後今天這個嗆嗆 以及今天我們也開始收到各種這個黑寒的攻擊文宣 例如說裡面講說我逼大家吃萊豬 這到底要講幾次 這公投的過程已經一講再講 現在沒有一個人吃到萊豬 一年多我們到底要講多久 你還發這種東西給人家看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逼大家吃核食 從2011年到現在 所有的台灣的這個核輻射污染的這個標準 是比別人都還要高的 所以我們從2011年到現在 減出的十七萬份進口 從日本進口的沒有任何一個是 是有核輻射標的這個超標的狀況 不管是農委會 經濟部外交部都一再講 那你現在都用這種恐嚇的 然後你想要讓這些媽媽 或是說家庭的人去覺得說 臨場主要為什麼逼大家吃核食 我怎麼可能不會一個正常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 就是我連拿那個黑函出來要講 我都覺得很丟臉 但是問題是就是會有人相信 因為這整個選舉的時候 逼大家吃這個萊豬 這個在路上就有人講啊 真的有人相信啊 請鎖定民視台灣台大新聞一文 台北市議員 連署書 讓對方媽媽氣到登門罵人 還利用林群防疫物資的名義 順便要民眾連署 讓許多人看不下去 然後你就抹黑我 你為了要保護林長佐 幫助林長佐 大家回到法治來進行嘛 怎麼可以用這種下流的手段 然後不說八道 我覺得是對政治最壞 最惡劣的示範 完全子虛烏有 那就上法庭見啊 什麼子虛烏有 證人一大堆 讓做錯事情的人扶手認罪 強戰招牌的事情還沒有結束 想要用告我的方式來轉移交給 為考慮跟提出誣告告訴我 然後我去回應這件事情 如果我講 例如說我把剛剛那樣子的證據 拿出來跟今天這個動手動腳的人講 他一定回不出來 他最簡單的方法 就對你拳打腳踢嘛 他動手動腳 我不跟你講道理啦 反正我不讓你講啦 你講的道理比較有道理沒錯 但我揍你可不可以 你告我 今天劉耀仁議員就說你不可以碰我 你不能可以碰我 他的回應說那你就告我啊 不是你道理講不贏人 然後你就用動手的 那別人叫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然後你就說那你告我 所以這是完全已經是二職的一個選舉 然後我講的最可笑就是 我在我自己的信箱 拿到這一些黑函的選舉 拿出來以後 裡面有一條說我不住在選區 我怎麼可能會收到 我如果不住選區 我怎麼會收到 我就在我家 我家就在選區 所以我要不然你說 你把黑函寄到別的區嗎 他們一直說我住這個什麼大安區啦 住什麼 我在我家收到的 我在我家這個中正區 我的家裡拿開信箱一打開 看到這個黑函 然後裡面上面寫說我不住選區 你有沒有覺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關於你不住選區 這件事情傳了很久 他們講很久 我們也澄清很久 對啊 而且從第一次選舉就開始講 那我從小就在中正萬華長大 那我住的地方的確是在中校新生那邊 就隔壁就是大安區嘛 所以我的生活圈 原來在隔壁 就中正萬華的這個中正區的這個生活圈 一定會包括到大安區 萬華區一定會包括板橋中和三重 這就是一個大臺北的一個生活區 你不能講說我越界 我超過新生南路 你就說林長左你超過新生南路 你給我回來 還是說我超過這個臺北橋跑到三重 你給我回來 然後還是說我超過這個滑江橋去板橋 你給我回來 不是這樣嘛 我一定也會去到隔壁區 因為這是一個大生活圈 我的家人 我媽媽我阿姨 還是說我們的朋友 都有可能在我剛剛那幾個地方 為什麼 那這一個像 你看我已經澄清這個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第一次選舉我也在澄清 2016 2022 現在我在我家拿到黑函 上面還說我不住在這兒 我不住在選區 那我在哪裡拿到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笑 這有點搞笑 真的很好笑 然後還有例如說他們說 最近那個簡訊上面 他們說我是香港人 他們說我是香港人 的原因是因為我關係國際的人權 我幫香港的這個講話 在我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很多在談印太地區的這個區域安全 以及民主的一定會談到香港 沒有人不會談到香港 外國人也會很想知道 這整個區域的安全台灣的角色 以及大家怎麼幫忙香港 結果因為我多幫香港講一些話 他們說我是香港人 不是台灣人 香港人又怎樣 又可以要罷免你的理由 他表示我不只不是中正萬華的人 而且我不是台灣人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們想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像剛剛 世凱講的這個 對方到了最後的時間點 可能會有很多很誇張的這些 不管抹黑造謠 但是我真的沒有遇到像這一次 在罷免的過程裡面那麼誇張 就是乾脆動手動腳 或是說這個侵占別人的看板 我有看過這個 就是不管在工地也給人家掛看板 公家機關也給人家掛看板 這個我有看過 然後最後公家機關就來把它拆掉說不能這樣 我沒有看過說廣告公司跟你講說這個我已經租出去了 你不能掛 然後他就不管就叫吊車 然後把蓋掉別人的看板 直接把它蓋台上去 蓋台本來是電視台才有蓋台 我第一次看到看板也有蓋台 他就把它蓋上去以後 然後對方對方這個被蓋台的這一位 這個謝律師還出具廣告公司說 他有跟中小平講說沒有 我是不能給你 因為我已經簽約了 我沒有要讓你蓋 結果中小平還說沒有啦 我電話中已經跟他講好 他讓我什麼掛個幾天還是什麼 沒有這種事情 你看所以我說這真的是荒唐 一年多來 我們看這麼多的報復性罷免 有沒有到像這一局這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現在被倒果為因 例如說國民黨他們也不太想管這一局 或是說放生 我覺得是因為這一局荒唐到你來了 你自己都講不下去 但是顏寬恆的選情 並沒有提高 或是不失血 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國民黨只好使出絕招 一個絕招就是 居然台中市黨部 還來了一個叫做全民 廖北亞這個舉辦檢舉民進黨官員 民水家族違章建築物的活動 那個陳士凱的服務處居然開始被針對 而且他的房東是一般的這個屋主而已 就要這個被持於之殃也就算了 那其他的現在看起來 在這個余北辰將軍 他昨天在一個政論節目裡面就提到了 顏寬恆的這個目前的選情是 國民黨內已經覺得看傻眼 他們公然建議乾脆國民黨跟他斷捨離 他說綠衛兵的說法 難道是不要年輕人支持了嗎 那鄉親票死終的出現動搖 那不知道顏家這麼多錢 見不得光有 國有地站為己有 這些都是國民黨當時提名他之後 現在顏寬恆被批判被檢驗 國民黨也跟著一起被負面 這個畫上等號啊 那他說國民黨現在是有點傻眼 辯護也無法說 臨近有什麼不公不義 只好回歸地方 然後這個黨中央告訴顏寬恆 不把爭議講清楚就應該斷捨離 那按照陳其勳先生殺戮在地人的這個說法是 最近你看民調不見了 打電話拉票也不敢打了 因為大家接到電話叫人家不要看電視都昏了 他們家怎麼這麼有錢 投他二十幾年都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投給他 他從嚴百億正往嚴千億的方向走 然後呢陳其勳先生說 有一個山藍的群組都是少校尚未退組的 兩個月聚一次吃飯時大家猛搖頭 說我們當兵當這麼久 退下去好在有政府補貼買房 下次我才不要當兵當流氓比較快 吃飯有人問這次還要不要投嚴家 聽說六十個都沒舉手 這是陳其勳說的 國民黨現在面對嚴寬恆的違建的問題 105號碼頭這個用立委職權土利家族的問題 佔據國有地的問題 由異常這個擁有土地上面的由異常 跟他的家族的公司人都相關的問題 甚至於還用人頭去標租國有地 然後由他的太太這個標下來 中間國有地的權利金還發動咯 昨天陳柏惟懷疑是國民黨的在地的委員 幫他去協調把78萬降低成為23萬的權利金 這些種種已經引起了反彈 國民黨人沒有辦法替他護航 只好搞一個什麼違建舉報的發獎金 還去欺負在地的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也就罷了 今天還公佈了一則影片說是林靜怡很兇 我們來看看這個影片裡的林靜怡 他是為了什麼對我們的官員的態度那麼嚴肅 如果他這個叫做兇 那他是不是兇的讓人家派手呢 我之前在立法院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不會這麼生氣 我知道這件事情不會這麼生氣 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你們這樣對待我 你們這樣對待我 你們太過分 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你們是當作我在這邊幹什麼的 你們是當作我在這邊幹什麼的 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你們是覺得我找你們麻煩是不是 你們是覺得我找你們麻煩是不是 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我體諒你們 我體諒你們 幫你們想其他方法解套 常常跟陳正代位講的事情就是 我在質詢的時候有主理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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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帶來這個新的改變 帶來新的政治 你們去用這種形象想要污蔑我 只能再一次的證明 我站在人民的前面 為行政代舵的行政單位 要求距離力爭 讓地方可以發展 讓人民的權力不要受到 代舵的行政單位一直延宕 這就是一個立法委員應該做的事情 嚴寬恆在質詢105號碼頭相關案件的時候 語氣當然是非常的和緩 可是後來他們得到了什麼私人的利益 好 請教Freddie 今天他們打零劑就是他胸巴巴 胸巴巴又不是為自己家族 也不是為自己個人利益 又不是要裝卸煤炭的105號碼頭 也不是要護航自己的違建 那這一招有用嗎 有沒有用 我想當然是要看這個中二選區的選民怎麼看 但是我認為林靜宜醫師 他在這個立法院裡面過去 他該溫柔溫柔的時候溫柔 該強悍的時候強悍 他強悍的時候的影片不只這一支 我那個時候我從上一屆跟他在一起 重要的是你要看他強悍的時候 有沒有道理是不是為自己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為了自己 為了一個可能未來家族要去標的案子 或是自己想要去做的生意來去質詢 不管溫柔或強悍從來沒有 但是他溫柔或強悍都是為了公共利益 所以這有什麼好說的 其實你在不管質詢協調會 這個公聽會 各式各樣在面對行政官員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發脾氣的時候 還是在審預算的時候都有可能 我也發過脾氣啊 但是發脾氣的重點 這不是重點嗎 而且我還記得說這些這些 藍營的支持者總是愛講說林靜宜或是我 就是在袒護執政黨 那所以現在對行政官員生氣 你現在拿出來罵 那你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 你不是說林靜宜都袒護執政黨官員嗎 結果他罵執政黨官員的時候 你也說他太兇 那所以你到底要怎樣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找不到 連接於任何未施力的這一種證據 也找不到 例如說像他這樣大稿違建 佔用這個公保地 佔用國有地的都沒有 所以他只好講態度 那我就再講一遍 他的態度 他不管在政論節目 還是在立法院 還是審預算 任何時候有溫柔的時候 乾溫柔又好好的講的時候 他就會好好的講 他發現行政官員的道理站不住腳 他要距離立爭的時候 他就有比較生氣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這樣子的東西 來去批評一個這個立法委員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應該回去看一下 你們自己支持的這一些 包括說要槍斃陳時中的 然後要丟這個豬腦 豬內障 拿鐵釘出來的這一些立法委員 你們先去罷免他們 如果你覺得像林靜宜這樣子 只是用嘴巴胸政府官員 就是不行的 那拿鐵釘 拿鐵棒 拿這個豬內障 這一些應該是你們現在排在 你們的priority的名單裡面 要罷免的人 這些都不適任啊 所以我要回來講 其實這一整個 其實就像林靜宜醫師講的 這為什麼是個鬧劇 就是因為你前面先把一個 適任的立委把它拉下來 接著你們推的這個是 完全為了家族利益出來的立委 而且不去上班 不去質詢 去質詢的時候就為了自己家裡的東西 然後呢 現在拿出來一個好的人選 林靜宜醫師跟他競爭的時候 你卻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缺點 只說他對官員太兇 然後也不去看看自己上一次是說他對官員太好 都袒護官員 所以我要再講一遍就是 所以這一整個鬧劇 只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一月九號 所有就像剛剛四凱講 人民要做出對的選擇 要不然這一整個鬧劇 最後還會再大鬧好幾年 大家全部都在看這個結果 包括我自己現在在中正萬華 雖然在面對這個罷免案 我們自己在地的民眾 對於這個一月九號的這個關注 可能都還比我們自己在地的這個案子 還要 對 還要這個清楚 像我在跟這個民眾提醒 他們要掃接說 應該要出來投票的時候 他們還問我是哪一天 我說是一月九號 他說不就是跟臺中那一場補選一樣 我說對 所以我們自己的選區 要發生的一月九號的選舉 的罷免這一場投票 大家反而還沒有比 還比這個臺中一月九號 這個補選的這個認知度還低 可見顏寬恆搞出來 這一團的事情 是全臺灣都在關注的 不只是自己中二選區的選民 所以我要同時 我要補充一件事 其實這個顏寬恆他大可以不用用這一些什麼 國民黨他大可以不用用這一些什麼來去 那叫做什麼 號召大家 調肥仔 調肥仔 還騷擾陳世凱的付出都被他騷擾 對 趕快出來講說 這個檢舉 有哪一些人 有這些違建的 其實很簡單 那你就推修法 現在為什麼都要用造這個順序 還有重大的違師的違建的等等 要先拆等等還有讓你自己先拆十四天 這個都是預算上的問題 你如果像剛剛四凱講 你現在希望全國的包括周宇鵬那些 你要一網打盡 大大小小你要全弄 你就推修法 你就推修法 然後給預算啊 地方政府全部給預算 然後限期幾月幾號以內 全國的全部拆光啊 這樣才你們有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你們在那邊要什麼檢舉 給獎金幹嘛 我在講一遍 你們推修法 你們真的覺得這個有問題的話 你真的覺得全國要大清 大清理一次 包括剛剛講的這個什麼遮雨棚 那些有的沒有 其實那都還有照年份 新的違建先拆 因為我就說 我們人不夠 預算不夠 地方政府也是這樣 你如果無論這個青紅皂白 反正我看到就拆 檢舉就拆 你現在就是推修法 你們國民黨出來說 這就是你們的這個政策 要不然你們要在那邊搞那個假的 然後只是為了政治鬥爭 你們自己也不主張這件事情 但是只要可以做鬥爭 你們就做 但是這個政策是不是 你認為對的政策 也不是 所以你們就一切都是為了搞亂 這個台灣的民主嘛 好 我再請教司 剛剛是因為 顏光恒家的違建是赤裸裸的事實 佔有國有地 然後公保地後面還有國有地 公保地旁邊還有一個公園地 然後都被揭發了 那個按照台中市黨部的標準 那林楚英跟卓冠婷可以領好多獎金 這個是個很可笑嘛 雖然不立即 你看那個士凱 那個臉上多麼的這個 覺得無辜的樣子 你也是做議員的 你也有服務處啊 你們這個市黨部在搞這個幹嘛呢 第二個就是 今天那個播了這個林靜怡 唯一的缺點就是胸巴巴 胸巴巴就可以是理由不要投他 然後投給一個為自己家族跟個人利益的這個 顏觀恒嗎 是國民黨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只好用這種方法嗎 余北辰將軍說國民黨人都傻眼了 他還要求乾脆你顏觀恒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就斷捨離好了 還剩這個十天 你們怎麼辦呢 余北辰的講法只是代表他個人 他不代表國民黨 然後他的一些群組裡面的 我想只是他自己自己的去看的東西 我想每個人都可以說哎呦 我這邊有個綠的群組都不支持那個這個都不支持林靜怡都可以自己講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那我覺得選舉選到現在雙方大概都是殺紅了眼 那個任何的爬糞的事情 任何把這個缺點扣大的事情都會拿來做 這在選舉裡面的必然 所以一方出手去檢舉對方違建人 可能自己都要想一想後座力有沒有可能返回來 縱使是一個小小的自己覺得說我是陳豬來的 或是這個不是我的 不是我蓋的 或是說不是我去當初去做這個建築的 那很可能你承租就會被這個違建的事情所打到 所以我覺得選舉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陳世凱活該啦 我沒有說他活該喔 我沒有說他活該 因為承租的時候也會去看看有沒有違建的情況 我們那邊齁 如果要租那種舊的透天 沒有雨遮的大概租不到 因為很多都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用自己付出也是租的 所以說大家在打這個選舉的時候 大概殺到最後就是這樣 互相互相 這樣無限度的 然後無持續性的這樣一直檢驗下去嘛 看這哪方的就挺得住 挺得住就OK 嚴寬恆所有的事情都沒有回答過 他也承受很多的攻擊 還有盧秀燕 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說覺得說台中市府不攻 盧秀燕應該拿更大力量去掃蕩這個顏寬恆家的違建 我覺得把壓力 是議會很多民進黨的名單 就把壓力給盧市府啊 有啊 看盧市府怎麼做 沒有用 對 就他繼續給 沒有用 我覺得繼續給盧市府 OK 那他一定知道說那這條線在哪裡 因為臺中市政府的公務員已經經歷過幾次政黨輪替了 不可能說這個是林家龍的人 那個是盧秀燕的人 那個是胡志強的人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相信這是一個我們現在的地方公務人員 應該都有的素養 所以你們國民黨的顏寬恆出了這麼多事情 包括那個違建 這些都是赤裸裸的真相啊 包括大家的八一七 他的這個違建 臺中市政府還要在調查當中 藍屯招待所一定是違建 他自己都去拆公園地 國家和川保護地都去蓋車道 所以我是國民黨籍 我也是呼籲臺中市政府早點查清楚 所以盧秀燕有問題 如果真查清楚明白了 我覺得就還雙方清白 這也是這個他應該也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市政府在 那他為什麼不做 這要push他 因為我不是臺中市議員 我沒辦法監督臺中市政府 他推得很看二鏡 我覺得像士凱他們這麼優秀的臺中市議員 應該給盧市府多點壓力啊 那再來你說林靜怡這個很 我會比較暴衝 就很怒氣的來做一些這個所謂的詢問 那看起來是在一個小的會議室裡面 我覺得記者也不妨問問看 如果他很少 平常很少暴氣的話 應該記得他那天是為了什麼事情 為了一個產業園區的 青年產業園區的事嗎 不管是誰 然後是跟誰發飆 然後中間後面是為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林靜怡也有責任說清楚 假明白了 他今天已經說了 這個張斯剛還是理性的 他是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一個產業政策的事情嗎 對不對 要講清楚 這產業很多種 很多種 我覺得這個部分倒是可以來看 第一個這個產業政策 後來有沒有林靜怡他家的人去標 對 或是有沒有哪一個 那如果是個產業園區 是他的家人親友去標 第二個就是 剛剛那個脈絡 有些人可能會搞錯 好像是說他這個是不是在質詢的時候 沒有給怎麼樣 為什麼就那個時候對官員比較好 為什麼現在兇 我要告訴大家 立法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質詢台上面 我問了一些問題 接著你協調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實情 你要回答我剛剛質問你的 如果你在協調會下 這個或是這個私下來拜會立法委員的時候 還拿一些來唐篩的資料 你在質詢台上面可能因為我問你 你不知道你還回去查一下 你說你要請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些局處 回去調一下資料 再來回給議員 回給委員 這個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們通常在這個 第一時間也不會大罵他 因為我今天問你這個 你馬上拿不出資料 這是常見的事 所以我對你有一些禮貌 但是你下一次 不要拿一些想躺賽 想要浪費時間的東西 來我的辦公室 這個一看就是那一種 這個每一個委員都有經歷過 就是我們帶你以理的時候 你想要來跟我浪費時間 想要蒙混過關 那怎麼可能會讓他過關 所以剛剛林靜儀看起來就是這樣 對所以林靜儀很快有回應了 可是要請教士凱的是 顯然他們是在這個 顏寬恆的陣營裡面是發現 他要把林靜儀最近 其實正面的形象對不對 已經逼到顏寬恆的選情 已經是有點失血了 而且連這個聯合報 他們比較藍營的系統的媒體 都說他現在這個是地方惡霸形象 逐漸上升的情況之下 顏寬恆可能選舉就不像國民黨所想的 一定可以贏 現在翻盤可能性很高 所以才出這個影片 林靜儀陣營判斷說他要塑造林靜儀凶巴巴 然後在地的我們的中二選區很多的選民 不喜歡凶巴巴的女生 這樣子一次影片就可以讓要投給林靜儀的人說 哦 要這樣這個這個恰伯伯這個女生就不投他了嗎 有用嗎 其實我覺得人家很會玩這個東西 我經歷過跟他們的選舉 那柏惟也經歷過跟他們的選舉 我們倆在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有很多的共同點 我們一樣都被人家被他們說什麼沒結婚 有可能是同性戀 當時我還沒結婚 可能是同性戀 那也說我們兩個都都有共同點 就是去酒店還不付錢 到最後回頭都是用這種方式 都會講這些耳語 就是說當時我是單身 然後柏惟選也是單身 所以就會用這種耳語下去去洗 就是說你不要看他形象很像很好 其實他真的不好 他就是整天在那邊不是同性戀 就是什麼夜店 就怎樣就講那些話 其實柏惟遇到同樣的東西 只是換了兩個字 我叫陳士凱他變他叫陳柏惟 換後面兩個字而已 我們還同性這樣子 現在女的林靜怡就用這種方式打 那對於林靜怡其實其他的女生後選人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例如說你不要看他沒結婚 其實外面可能有生兒子 會講這種婆婆媽媽聽不下去的東西 以前選議員有人這樣弄 那現在對於對於靜怡 靜怡在那邊的形象就是一個婦產科的醫師 然後很溫柔 因為他真的接生過很多小朋友 在我們那個選區 他幾乎每次掃菜市場 都會有阿嬤拉著他 跟他說 溫孫的你接生的啦 所以他在我們那個選區是那個形象 那他們刻意要破壞靜怡的那種溫柔 或者是婦產科的那種好醫師的形象 對 是想要破壞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現在就出這種 他在質疑人家 但是我要跟鄉親講一句話 其實有時候民意代表 兇不一定是壞事 如果是為了公眾利益 為了你的權益 如果他還在那邊溫良公儉 讓他就很奇怪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鄉下地方 有時候 有時候喜歡民意代表稍微兇一點 像有時候我們質詢不夠兇 我還會還會被我們鄉親罵 你怎麼這麼溫柔 你怎麼這麼輸 你是在輸我們什麼 對 有時候會這樣子 所以所以你要看靜怡 如果是為了自己就會被罵 但是為了公眾就不會被罵 就是為了公眾利益 為了公眾利益 你本來就是要堅持一點 堅毅一點 對 所以他的口號叫做溫柔堅定 遇到該為大家的事情 他就要堅定 遇到民眾 我們當然是溫柔 但是遇到公部門做得不夠好 我們當然要有堅定的態度 這有什麼不對 但是確實他們做這個影片 就是要破壞在地方上 那些婆婆媽媽其實現在很喜歡靜怡 覺得婦產科醫生 因為女孩子真的對婦產科醫師有多一點信任感 有多一點親切感 那目前大概想要破壞他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所以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覺得人家玩這個東西很會玩 但是男生是同性戀上九天不負錢 他們有一個天生的劣勢 因為建議參選在這一區時間太短 所以他們要去散播耳語的速度 可能會會沒有那麼有效率 所以我覺得之後可能會用這種影片 會用很多 他當時我在選的時候 他還剪了一支用那種卡通影片 然後剪了一支說什麼 我要去中央當官 所以我不用當選 說蔡英文會叫我到中央去當官 所以我不需要當選 沒有沒有關係 對他們就會做這種事 他們後期都會做這種事 他們後期我就說過 他們就會潛水艇下去 開始發射魚雷 魚雷鄉親接到就很開心 那魚雷是怎麼大家去想 那另外一招就是會用一些 影片也好 或耳語也好來抹黑對手 因為坦白說林靜儀到目前為止 你要檢視他還真檢視不出什麼東西 對 真的檢視不出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只能用形象上面的傷害 這個就叫形象上面的傷害 他們剪這個影片 就是形象上面的傷害 他們只能做形象上面的傷害 來傷害這個人 可是說不定還會變本加厲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曾經在他的比較年輕的男朋友 這件事情上做過文章 有沒有網路留言 小鮮肉 陳其勳先生其實也提醒過我們 他說最後關頭一定都是針對林靜儀 進行一些人格上的毀壞 或是人格上的這種抹黑的 這個情況 果然要請教王浩了 這場選舉 國民黨會是大輸家吧 盧秀燕要跟著一起 一起要揹著這個 顏寬恆目前上的所有的紀錄 1月9號不管誰贏誰輸 到了這個年底 盧秀燕的選舉不需要被檢驗 他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嗎 是 我覺得這一次選舉 確實對於全國來說都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引起了全台灣的關注 那最重要的當然是 顏家的這個發財致富的方法 讓我們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他很多這種奇怪的發財致富的 錢財來路不明的方法 以前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原來他們家發財是這麼有創意 那他現在顏寬恆公開說 民進黨是要挑動台灣年輕人的 仇富反商的心態 來搞這個打倒地主 打倒資本家中國紅衛兵的這一套 但事實上台灣年輕人並不仇富 台灣人實際上是 憎恨的是你錢財來路不明 你的錢財是通過貪贓妄法來的 你的錢財是為富不仁 你自己承認你的招待 所有違章建築 但是你拖著不拆 你自己被人檢舉你的豪宅 是侵占公家的國有土地 但是你不讓政府去檢查 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 根本不是說大家對於仇富的心態 你是不正常的富裕的心態 這個大家很仇恨 台灣有錢的人很多 大家並不仇 問題是你是通過不正常的手段賦予的 這個才是大家仇恨的地方 那這一次 嚴家他們這麼多的污點 這麼多的黑歷史 黑金的狀況被揭發出來的話 確實給全台灣人一個更多的警覺 就是是不是國民黨還在大力支持 類似像顏寬恆這樣的家族 還有很多 這些家族怎麼要把他們一個個也都揭露出來 不管這次選舉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對原家的追查 對他們的揭發 我覺得還是需要繼續下去的 他該拆的房子還是必須給他拆掉 還是給他清理 那他們家還有六十幾片土地 光顏寬恆明像就有六十幾個土地 就有二十多棟房子 都應該去查一查 有沒有違法的地方 剛剛已經展示出來了 是啊 示意圖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查 那第二一個 剛才國民黨提出的 說大家都要全台灣去查違法的 去查民進黨的地方議員的這個東西 實際上全台灣地方議員國民黨的人數比例是 可能對民進黨是三比一啊 那既然要查大家就一起查吧 這個無所謂的這個議員有什麼 這個租房子違法的地方 那大家一起查 國民黨如果不怕被查的話 民進黨有什麼好怕的 大家一起查嘛 看大家願不願意按照同樣的標準 全部適用的話 那剛才這個 世凱說了 這個光臺中 可能就有五六萬戶人家 都有同樣的問題 那將來這些人 這個 那還要投國民黨的市長的票嗎 還要投這個 嚴家的票嗎 那如果要查的話 那五六萬戶人家的屋主 你都通通得罪了嘛 那如果大家用同樣的標準 那就沒有什麼客氣的 全台灣大家一起查嘛 對呀 這傷疾無辜 現在這個鄭昭昕就說 那個民進黨什麼攻擊 岩寬河的違建 他那個違建是真的違建 不是假的違建 所以他說現在民進黨立委事議員 在台中的服務處 就有多達八起的疑似違建 現在這樣來搞這樣的一個 這個打爛仗 這個污泥戰 然後今天這個記者會公佈的這個影片 很快的林靖怡已經說了 林靖怡說你看啊 所以他們今天有這個照片 剛才提到了嘛 這個士凱的服務處也被拍照下來 這個甚至於這個有陳士凱 蔡吉章服務處 陳柏惟張家安 這個蔡吉章 這個以及其他的這個核心 那他們的民進黨市議員立委沒有違建 他們他們是全部點名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違建 他們也不知道 對啊 他們就隨便拍照 然後這個 然後每個全面點名 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就趕快的來查 但是但是 但是 明天你們的支持者就去拍他們的議員 拍他們的立法委員 但是要記得要 要跟對這個顏寬恒同樣標準 十四天 而且去勘察的時候 給你赤壁門根 對 但是說真的 這些服務處到底有沒有違建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是 這是徹頭徹尾的一個污賊戰 但是他這個戰爭就要轉移焦點 當然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那個豪宅昨天寬恒媽從這個主建築物裡面開車出來倒垃圾 誰家有這個場景啊 在台北陽明山縣都很少看到這樣子 連總統府大概倒個垃圾也不必那個 從這一頭開車到另外一頭吧 用這種方法打 好 除了這個違建的污賊戰之外 林靖怡今天很快就回應了 他說呢 當時他是為了 他今天很清楚的回應 是為了中科園區 因為呢 國民黨時候在中興新村 要放一個這個園區計劃 那其實沒有辦法做 然後資策會啊 中科園區方面對年輕人在地返鄉 要創業態度不是非常的積極 所以他才有協調會 那因此今天靖怡說了 剛剛張先生不是問了嗎 到底他是為了什麼事呢 靖怡說他是為了年輕人返鄉 而且還是為了台中的年輕人返鄉嘛 所以這個目前打選戰打到這樣子 果然就像世凱預期的 嚴框橫嚴清標嚴加的選戰 到了最後就是這種大便污泥 這個污賊跟這個栽贊抹黑 而且呢把題目呢 這個 混為一談 轉移他主力上被攻擊的焦點了 我想選舉到現在 其實你會發現真的是瞬目結舌 一個地方的補選可以選成這樣子 也真的是台灣民主史上首見 那剛剛提到說對於林靜怡醫師 候選人的一個質疑 我想我認識林靜怡醫師 我給他的評價是 專業 溫柔 細膩 執著 執著什麼事 該堅持就要堅持 我們在台中這事件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地方政府 面對很多的法規 面對很多的不公不義 做什麼事 曲解法令 無中生有 行政怠惰 包庇護航 各位 如果一個禁責立法員看到這件事情 會不會生氣 所以你要把事情的原理搞清楚 我相信台灣的選民智慧 是非常足夠的 這樣的影片完全沒有殺傷力 把事情原理原理搞清楚 你就知道到底該不該生氣 這件事情回過來看 我其實蠻同情 提名地方勢力的在野黨 因為真的很難辯護 真的很難處理 候選人本身的本質權很重要 但是人格操守更重要 所有事情都寫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我們來看剛剛講的 這個國有地水保地的問題 記者去拍 然後地方勢力老夫人說 你們這個剛剛好就好 不要太超過 其實聽起來是很諷刺的 我也覺得稍微超過了一點 各位 105號碼頭 執行完之後呢 直接放到地方勢力的口袋 自己經營 我覺得 不要太超過 各位 817公保地 817公保地還要勢力重化 我覺得會不會太超過 還有現在看到的國有地跟水保地 全部都是太超過 那個圍欄 那個柵欄 其實記者可以自由進出 是因為國有地水保地被搶租 就地合法 所以人家不能進去 對 國有地不應該有建築物的 本來那個地方是大自然的 那叫水保地 對 不應該有任何建築在上面破壞環境 而且有公共安全的疑慮 那麼所以我要講是說 地方勢力沒有做不出來的事情 只怕你一輩子想都想不到 那我們在想說 這個選舉代表什麼意義呢 各位 所有在憲政架構裡面 所有對民主系統的一個踐踏跟破壞 在這個事件裡面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幾乎全部都違反了 全部都衝撞 所以我都覺得說1月9號的選舉真的很可惜 如果時間再多一點 我們對民主的了解 可能可以更加深化 那麼我們回過來看是說 在憲政架構裡面我們都知道說 大法官四字 569585跟6132都分別講說什麼 功能罪事 各位 我們說的行政 立法 司法 適合的人就去做那樣的事情 那我們這樣看 現在我們在選立法委員 他適不適合 我們說立法委員行為法裡面說什麼 我們說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操守維持好 我們的質詢是為了公益 不是為了自家的事業 各位有沒有做到 質詢完之後呢 事業轉到自己的力量 轉到自己的向下來經營 各位 公保地 國有地 水保地 暫地為亡 說信都發生了 那麼這件事是你的前走出案外案 本來我們在選舉是在選立法委員 可是我們發現地方政府呢 行政有沒有做好 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剛剛說的 違反了行政才然應該有的奮計 各位 曲解法令 無中生有 包庇護航 筆筆皆是 只剩下我們賴以為繼的司法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這是補選 只是讓某個地方勢力 執法 玩法 弄法 違法 立法 甚至繼續執法 那麼未來四年呢 只是讓更多的 像國有地 說法地的事件呢 讓它就地合法 我覺得台灣不能忍受 這樣民主的一個退化機制 那麼我最後要講是說 在剛剛說的這個違建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地勢力呢 他用了我們訴訟工房常用的事情 實體跟程序交錯運用 你一看 這個就是違建啊 四樓變六樓啊 變成二十公尺啊 然後呢 他就不爭議 實體不要爭議 因為不會贏 趕快用什麼 用程序來處理 他說對啊 那依法十四天啊 我們再完成查核啊 然後你跟他說 這樣子是行政權濫用啊 他馬上說 那這樣子 那我們就法院見 那你們不要看電視 各位 一個候選人是這樣子 去規劃自己的一個競選策略嗎 那麼我另外講是說 我們聽到說 有候選人 二二人說 為什麼十六個檢察官 來做政治增訪的事情 各位 不要太抬舉自己啊 這件事情 沒有關係到 國家主權等等定位的問題啊 他根本不需要政治增訪啊 他要做什麼事情 各位要知道啊 刑事訴訟法228條第一項 我給大家聽啊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 或其他刑事 只有犯罪刑疑者 應急開始偵查 其實 檢察官是在偵查犯罪啊 這個地方有什麼事情 有人去告訴告發啊 說選舉啊 有那個所謂小物啊 明明一看就是50塊啊 怎麼會說只有16塊呢 這個涉及匯選 要不要查 該查吧 也有一些成年的事情 覺得說好像有一些命案啊 不清不楚啊 該不該查 該查吧 還有公保地啊 國有地啊 切佔水保地等等問題啊 所以這一切都是什麼 都是犯罪的偵查 這不是政治真法啊 那麼我們在講說 其實看到檢察官啊 每一個會有不同的心態 各位一定聽過 官兵跟強盜的故事 誰最怕官兵啊 強盜嘛 好 要請教名譽了 現在國民黨終於出手了耶 空戰來了啊 那剛才的那個 就是拍了一堆違建的這個 自稱他是疑似違建的 他就去把人家服務處拍了一下之後 這個把這幾個知名的人物 陳斯凱 蔡其昌聯合服務處 陳柏惟大度服務處 陳柏惟現在都已經不是立法委員了 這個還給人家拍 然後張家安啊什麼的 就把人家弄了一堆 都叫做疑似違建 然後這個鄭兆欣說 這個是地方的熱心民眾的資訊 民進黨的立委市議員 在台中的服務處 就有多達八起的疑似違建 這八個就讓他們隨便拍 然後林家欣就說 林靜宜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 生氣發出立委官委比官員大 到底誰讓林靜宜委員如此發怒 林靜宜說了 他是為了中心新村中科園區 那個在地返鄉的台中的中部的年輕人 他們要創業 我們的資策會 跟中科園區沒有好好的 來積極態度積極啊 他已經說了 這是可以調查的 可是看起來 就像士凱所說的 還有更多的類似的污賊戰 還有林靜宜的這個人格抹黑站 那接下來就是 顏光恒 顏清彪家族選舉的 這個最後關頭就是他們的套路 還有地方的陸戰 潛水艇 魚雷 那檢察官16個夠嗎 然後外地的保警啊 這個要進駐地方 有可能這個是遏止在地的那個 奇奇怪怪的什麼魚雷到處散嗎 剛剛士凱議員講的那些奧帽 確實是有點瞠目結舌啊 這個在天龍國可能比較少見一點這樣 那回過頭來我講說 這一次這個嚴加的戰爭 對朱立倫來講有點尷尬 因為朱主席他才面臨到這個公投大敗嘛 那等於說1月9號是延續 我還聽到說如果說這一次中二選區 如果再敗的話 可能黨內有要叫朱立倫下台的這個聲浪 所以朱立倫有點像是政權保衛戰 不過比較特別是說 1月9號剛好碰到兩個嘛 這就我了解說國民黨大概啦 對於罷免這件事情 罷免Fred這件事情大概有點放生 因為有心無力 這待會罷免的時候我們再來解析 因為真的國民黨這場罷免戰 大概要放生了 所以他們現在權力的目標 就只能放在中二選區上 可是問題是說朱立倫能夠做什麼 朱立倫現在唯一能夠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不斷的call out給這個盧秀燕 就我了解他有一直在拜託盧秀燕 就是中二選區就是讓盧秀燕來幫忙 那因為朱立倫自己本身沒有用 因為盧家不需要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對於盧家 對於中二選區沒有辦法加分嘛 那陸戰部分朱立倫幫不上忙 所以朱立倫也急啊 所以他只好一直拜託盧秀燕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很多的這個 盧秀燕還有他的問題在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國民黨的空戰啦 國民黨我覺得很好笑的部分 你看他21個文傳會副主委 到現在沒有人下去來幫這個盧寬恆做這個選戰 包括他家家產的一些解說 因為沒有辦法被上次韓國瑜那個家產給嚇到了 因為你在怎麼講你不是李嘉芬 或者你不是這個盧寬恆他們家的人 對他們家產完全完全不清楚 譬如說要有幾次我跟國民黨的朋友同台 他們講來講去講到最後的結論是說 你盧寬恆還是要自己出來說清楚嘛 所以講來講去就是盧寬恆你自己出來說清楚啦 好那我覺得說今天這個盧寬恆 還有一件蠻好笑的事情 他就除了除了是播放這個 林淨儀的這個影片之外 這是國民黨播的 那盧寬恆他竟然是直指說 林淨儀在抄他的政見 結果他就講說林淨儀的那個育兒政見是抄他的 我會覺得蠻好笑 因為林淨儀今天的回憶也是哈哈大笑啦 他覺得說盧寬恆 你在立法院的那種質詢這個表現 那我還需要抄你的嗎 如果還需要抄他的話 那真的是華天下之大忌 等於說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講 講到最後變成林淨儀在抄他的政見 那這個這個大家可受公平 到底是誰抄誰的 你連行程都抄人家的 林淨儀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你都扁肚的人 然後你在立法院質詢 你質詢過幾次 你的出席力又這麼低 那人家還要抄你的 我會覺得說他的幕僚 不知道在想什麼 那剛剛講到盧秀燕的危機 就是說我們地方的朋友 現在講說台中現在有兩個兒語 第一個就是嚴市長盧秘書 嚴市長盧秘書 因為我又回到說我剛剛講 就是說朱立倫一直call out給盧秀燕 就希望他可以幫忙 那盧秀燕 坦白講我覺得他的幫忙 我覺得幫的有點怪 包括就是說他在推薦 嚴寬恆的時候 他講來講去就講說 我從小看他長大的 你講不出任何嚴寬恆好的地方 那譬如說前幾天那個違建的部分 這個記者就一直追著盧秀燕說 那他們家的這個豪華莊園 到底要不要處理這件事 盧秀燕也只能閃閃躲躲 就講說這個是這個什麼教育的部分 我們今天不談政治 然後就趕快閃了 所以他永遠沒辦法 除非盧秀燕你都不要出來 不然走到哪記者總是要問你 你到底嚴家的莊園 你什麼時候要去勘察嗎 因為你的公權力展現不出來 監察人我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 看起來也都不動如山 所以他能夠一直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一直包庇言家包庇言家 那這件事情他有苦說不出 所以他就變成躲著媒體 政治的事情我不談 政治的事情我不談 那我會覺得說 那難怪人家會坐實說 你是嚴市長盧秘書 那甚至今天還有一個一個禮語 就是說葫蘆裡賣什麼藥 就是嚴寬恆他們家的建案 通通都是在胡市長任內 開始核發給你建造 然後到盧秀燕呢 就讓你長高長胖 然後就包庇你 所以大家就說你葫蘆裡賣什麼藥 一個是胡市長 一個是盧秀燕 那我真心的認為 就是說今天嚴寬恆 你要調這席立委 你就算調這席立委 那對於國民黨來講 反正你這席立委本來就是陳柏惟的嘛 你只是用那個手法把他罷掉 可是問題是你會一直延續到 你會害到的是盧秀燕 盧秀燕明年要選台中市市長 你一直挖坑 限他於不義 那我會覺得說你們這個 除非你國民黨 你連這個市長都不要了 那說說我會覺得 嚴寬恆很多事情不面對 我覺得嚴寬恆不面對就是挖坑給盧秀燕跳 那我最後要講是說最近國民黨還在 這個包括他們藍燕一直在想說 現在看民進黨整個全部動員下去 整個大局大局在幫這個林靖怡拉抬 他們在想說那國民黨還有誰 可以作為最後的王牌來拉 結果我覺得想要 結果我覺得蠻噴飯的 最後只想到韓國瑜一個 那來講了 因為他們認為說韓國瑜到底能不能夠 該不該出來 要不要幫最後要不要來站台 因為大家認為說當時韓國瑜選的時候 嚴清標有出來幫這個韓國瑜拉抬 那等於說韓國瑜是不是該還 還他這次的人情 所以最後這個要不要下去 可是最後我認為韓國瑜還是不會去插手這一局 因為第一個韓國瑜現在怕被罵 這個已經被怕死了 因為他會擔心說你韓國瑜出來的話 哇那這個另外一個反韓粉的那個群情激憤 整個本來不出來投票 這個整個出來投了 所以韓國瑜雖然有他的作用力 但是反作用力可能是最大的 那萬一要是嚴寬恆就輸了這一局 不是這筆仗要算在韓國瑜頭上嗎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最後如果說 要把這個選舉的希望最後 記在這個韓先生一個人身上的話 那我覺得啦 那你大概是已經真的是提早放棄了 哎汪浩你是常常這幾年觀察我們選舉啊 我是看了這麼多年的選舉 第一次有一個候選人他選舉的時候會說 檢察官來是控住我的 而且呢是為了公權力國家機器介入 為了得到勝選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候選人這是得改吧 第一次這麼公然的我們在台灣的選舉史上 是第一次聽到一個候選人這樣大喇喇的講這個話耶 不這個韓國瑜也有講過國家機器 講過國家機器有這個監聽器放在他的汽車裡面 結果後來沒找到嘛 對這個這個所有這種叫做賊喊桌賊憲法制人嘛 他的目的是為了這個為了是說他第一 就是說他要讓這個檢察官覺得好像很難 這個去確保這次選舉的公正性 因為檢察官的目的就是要保證沒有會選 保證這個選舉的公正性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大家普遍像這個陳世凱說了 你這個地方上有去向這個檢調當局報告的話 那如果有檢舉的話 但是如果只是在地的檢察官的話 長期跟嚴加有比較多的往來的話 會不讓人相信了 所以要去調外地的檢察官來嘛 這個就是為了確保整個選民對於這個選舉的公正性 和選舉不受會選的影響的一種信心了 你民主制度最重要的這個選舉過程 要讓選民有投票的信心 和這個最後的選舉的結果的公正性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司法部門如果檢察官不動的話 那才是怪的 對呀 但是動了之後他居然用這種方式 在把人家這個拆穿 揭穿然後公然這樣喊話 當時剛剛你們國民黨這不敢介入這一局吧 也沒有說 也不是說敢不敢 因為這個當初的這種發動罷免 Freddy應該很清楚 大概就從地方人士開始 所以你們是遠遠的 也沒有什麼黨籍名帶在後面來做這個興奮 所以你們不會去 你們最後不會去 尊重當地的民眾自己去發動 Freddy自己也清楚 我們沒有黨籍的名帶在台面上 國民黨還想蠻丟人的 因為讓民眾自己去處理 自己去推動這個相關的罷免 我覺得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像我們在地最近有一些國民黨的里長 或是說之前是林玉芳的助理 他是非常資深的里長 這個他都已經站出來說 他就支持林常佐 原因是因為我跟他一起處理很多地方 長期沒被處理的事情 包括他在疫情期間被隔離 只有我一個名帶願意去關心他 那這一件事情就是很明顯 就是說國民黨即便要進來 他也會要先問一下 在地最資深的里長 最資深的這些莊角 然後他如果跟你講說 我一定是支持林常佐的 國民黨我相信他 除非你不先問一下在地國民黨的 要不然大家先都了解在地的狀況 你就會發現像中議員這樣子 是很難造成得到大家的狗狗 台北市黨部主委有支持他嗎 現在當然沒有啊 他就是氣中小平回黨 他不是說自己要跳船嗎 對啊 這個主委沒有在 沒有在這個大門今天 現在國民黨你想好策略了 他們決定